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動作教室單元 今天我們請到了 居動學人體畫部 廷耀教練 嗨 大家好 我是廷耀 聽耀你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什麼動作 我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地雷管的肩推 地雷管肩推它適合什麼樣的族群 適合想練肩膀的朋友 那特別適合如果你的肩關節活動度沒有180度 那一般來講我們在做肩推的時候 我們手會過肩膀到180度的位置 那如果到達不了 你就容易出現Arch 或是其他地方的代償 那因為地雷管肩推我們在推的時候 不太需要這麼大的位置 所以如果今天我肩關節活動度不好 就特別適合地雷管肩推就是這樣 相對來講會比較安全 也可以有完整的訓練 那地雷管肩推會訓練到哪些群群 主要訓練到我們是我們的前三角 中三角偏前段一點點 三頭肌 還會有我們一些些的胸肌 我這個角度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們換個角度 再看一次 哇 OK OK 找過來讓大家看一下 剛會練到哪些群群 你可以再說一次嗎 OK 主要是我們的前三角及中三角 那輔助的部分有我們連接鎖住的胸肌 以及我們的三頭肌 OK 相信以這樣的方式我們可以看得看清楚 那我們就請停要示範一下囉 OK 首先我們把槓鈴放到地雷管裡面 然後我們再讓槓鈴舉起 那施坐的時候 我們如果是左手操作的話 右腳擺在前方 那有幾個重點 我們先把這個重量 維持在我們的身體前側 OK 那在這個同時的時候 我們不要出現駝背 或者是聳肩的動作 OK 虛肝保持直立 吐氣的時候 我們將這個重量直直的往上推 吐氣向前推 吸氣往下 吐氣的時候往上推 吸氣回來 那在操作的同時 也避免我們在推的時候身體出現額外的位移 希望我們的前臂 與我們的槓鈴是維持在一直線上 不要出現 在推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重量往旁邊揮 或者是手肘翻掉等等 那在操作的時候 我們總共可能會有四種常見的錯誤 第一種的是 我們在推動這個重量的時候 像剛剛講的 反而讓我們的手臂往外翻 在推的時候會外掉 或者是在推動的同時 我們沒有維持在直線上面 OK 那在第二個 撐到這個重量加上推的同時 我們的肩膀出現了往上聳的動作 這個動作的同時 會增加我們肩頸這邊的壓力 那同時也會讓我們的出力比較不順暢 第三個錯誤 推動的時候 我們胸椎出現了 過度的厚凸 OK 有點藉由身體往後移動 來營造出一個 好像有一個往前推動的力量 OK 那最後一個是 我們推動的時候 我們的腰椎出現了arch 出現arch OK 那這四個動作 我們都希望在操作的時候 希望可以閉門 動作的進階 我們這邊提供三種進階的方式 首先第一種是 我們提升我們的負重 我們可以將額外的槓片 加在我們的槓鈴上面 讓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身體負荷的重量比較大 那我們示範一下 OK 姿勢其實都跟剛剛一模一樣 維持穩定好 讓我們上半部 手臂 前三角 胸肌 三頭肌 支撐的重量更大 那在第二種進階的方式是 我們在推動的時候 我們加上一點軀幹的旋轉 擺在比較進階的原因是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在操作的時候 你軀幹更需要更多的控制能力 所以我們在推動的時候 維持穩好身體的穩定 往前推到底的時候 身體可以自然 帶動作一些旋轉 可以讓我們推動更完整 吸氣下 吐氣往上推 吸氣下 吐氣往上推 那困難的地方是 我們身體做的活動範圍更大 你整體起來 需要穩定的範圍也就越大 第三種進階的方式是 我們從 站姿變成我們高跪姿的姿勢 被我們的姿點放在地板上 所以我們站姿再推的重量 跟我們從地板上 從下往上推的重量來說 我們從高跪姿的姿勢 重量本身就會比較重 第二個是 我們在高跪姿的時候 我們會缺少了比較多 我們下半身在站姿 能夠呈現的一個 推凳的一個穩定性 那反而 高跪姿的姿勢 我們軀幹會需要用到 更多的穩定能力 一樣吐氣推 吸氣回來 吐氣推 吸氣回來 降階的話 我們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減少我們的重量 我們可以找比較輕的槓鈴 比如說15公斤的 或者是找比較短的槓鈴 減少我們整體力弊的長短 那如果這兩個方式都試過了 或者是沒有其他的器材的話 可以的方式是我們從單手變成雙手的 兩隻手抓握好槓鈴 那身體可以像剛才一樣 稍微有點前傾一些些 兩隻腳站平均 吐氣往上推 吸氣回來 吐氣往上推 吸氣回來 那一樣可以訓練到我們的肩膀 那記得我們在降階姿勢底下 一樣要注意到我們的胸椎 跟我們的腰椎的穩定 欸 平常 我有個很重要的問題 如果今天我的健身房沒有地雷管 那我應該怎麼辦 這簡單 Jimmy你幫我們拿一個20公斤的槓片 好 我們找夠重的槓片 把這槓片穩定在地板上 就是放在地板上 那槓片我們都會有放槓鈴的一個孔徑 我們只要把我們的槓鈴前端 放在我們這個孔徑上面就可以了 這樣它就可以保持我們需要推動的一個活動性 那相對於也是會是穩定的 你只需要注意在 你把槓鈴放下來的時候 重新啟動的時候 你這個槓鈴還是要待在原本的位置上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地雷管兼推的教學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幫我們按讚留言加分享 別忘記按下訂閱小鈴鐺 Jimmy你下次見 掰掰